選台灣你知道 柯文哲投票率最高的一個票項在哪裡 有人知道嗎 金門大學 還有一個在澎湖也是一模一樣的 澎湖科技大學 剩下七個全部是新的科學學 我們的支持者 他有幾個特色 總結 再生年輕 還有一個是高教育 一般來講 社會高教育 演藝談 高收入 對我們的研究 民眾黨很像哪一個 新加坡的人民進行廣告 它也像健康證 其實我跟妳講 如果我們規定中 有念大學的成分投票 我跟妳講明明 我們得票率最高的十個區 妳知道 剛好都在科學園區旁邊了 後來看過 戴建格前十個妳知道 全部都是小小 然後侯友宜前十個 全部是見證了 所以這一次 我們一下就占22% 那我們下一個是 時代力量2.57% 這gap已經到20% 所以這樣追不好追 所以我們現在暫眼再一個優質 還有一點 在這場選舉當中 我現在其實我有花一筆錢 教那個 外面的公司 在研究 我們所有全台灣這個投票的行為 這個分析大概要花六個月 要吸到每一個投開票所得 還有每一區 就是說 把這個數字還噴過去的做比對 其實我把這個研究案 這個研究案至少要花兩百萬 要花六個月的時間 結果說 這場投票 有點缺點 到底不要 我們要建立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知道 我們要用數字來做決策 沒有數字怎麼做決策 所以我們來看看 這隨便我們現在最overview 我們三個黨 三個總統獲選人 得票率最高的前十個票箱 你知道台北總黨得票率最高哪個票箱 你知道嗎 靜門大學 大家想一想 其實我們靜門怎麼會 不是派選靜門來哪個什麼箱 奇怪 那靜門怎麼會最高票 因為靜門大學喔 四千個學生喔 有兩千個以上 兩千都是外地 他是從台灣去去辦進來 他為了要買飛機票 要每年可以領那個高洋酒 所以他就 把戶籍辦到學校去 他那個學校那個票箱 是我最高的 所以我 今天我看到這個 我去查原因 我看第一個就知道為什麼 本屋科技大學那個票箱也是厲害 因為本屋科技大學也是超過 一半有這樣的學生是外地區 只是他為了要買飛機票 就把戶籍辦過去 一好像出外島買飛機票比較便宜 所以這兩個 還有一個我外面去查 你看 台中南屯 我們有個票箱很高 我們要問 人家那種說好像跟那個中科 那種去查 扣掉這三個票箱 其他七個全部新竹科技很盡 所以我們的支持者他有幾個特色 中間 中間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是這種藍綠光圖的很堅定的支持者 我們是屬於中間 再來是年輕 還有一個是高教育 高教育 不過一般來講 我們社會高教育 也隱含高收入 所以 所以 我看那個美王 你知道 對我們的研究 他民眾黨 很像哪一個 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 他很像精英政黨 他說我們要從這個精英政黨 他怎麼出外 精英政黨 他在整個社會裡面 他有三百六十九萬票 OK的 大概是這樣 但是他不足以 過半黨選 其實我跟你講 如果 我們規定說 有念大學的才可以投票 我跟你講 我們已經明明了 我看那個統計數字就知道 因為從那個選擇一直在做民調 有內過大學才有投票選的話 我們已經明明了 但是這樣 但是你要問我說 難道我們 從這個國家 要給那些比較沒有念書的 或比較有大部分 來決定國家的未來 我前面有聽過有個年輕人 那他口氣是很比一的口氣 我是說 蔣黃認為也不 這不對 我跟他講他為什麼他在蔣黃不用 他說我們的未來 為什麼要給老人 可能沒有讀書的決定 當然這個講這個話 是很有點 怎麼講 優越感 但是我跟大家講 民主政治 但是當時設一人一票是有大理由 為什麼呢 這個保護做事 因為他就是在社會上比較做事 所以我們在選票上就給他一個 一人一票都均等 來讓他避免他跟這個社會變原化 所以我們還是 我個人還是肯定 民主政治 你知道 在這世界上通用 所以我們也不要去抱怨 我們也知道說 如果是說 40歲以下 高學歷 其實我們在 這樣的選舉 我們就會有 所以是這樣 從現在開始有個思考 澳里台灣民眾黨在未來的實境 我們哪裡何去何從 這一次全台灣 每一個票箱 甚至系到每一個 禮或是 躲在那邊的手 在做分析 其實這也看出我們台灣民眾黨 目前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有研究過 我們得票率最高的10個區 你知道 剛好都在科學園區旁邊 哈哈哈哈 竹筆啦 新鋒你知道 然後再看一看 一直到什麼 連那個頭混這些 奇怪 那台南有的地方 你想都想不到 散化 心事 欸南柯 南柯 然後 我們那個 選台灣你知道 柯文哲投票率最高的一個票箱 在哪裡 有人知道嗎 金門大學 對 我說奇怪 那金門有一個票箱 我們得票率最高 奇怪 怎麼金門都做完什麼事 因為金門大學的學生 很多都是台灣本島去 那四千個裡面有兩千個以上 是 那個 戶籍不是在金門 那本來在本島 那後來就 因為要買 買飛機票 還有那個 金門高粱 一年可以贈送多少 所以他就把戶籍搬到 簽過去 簽過去 那簽過去就集中在學校裡面 所以金門大學有一個票箱 那裡面都是大學生 都外地去 那我這次去金門去演講說 拜託他們 我說全台灣都要鼓勵他們回家投票 只有你們是倒過來 你們要投完票才可以走 所以那些金門大學學生都被我拜託 留在那裡一直到投完票才走 所以那個票箱是全台灣最高的 金門大學 那同樣的你知道 還有一個在澎湖也是一模一樣的 澎湖科技大學 扣掉 還有一個我現在還在調查 南屯 台中南屯有個票箱 投票率也非常高 人家說可能是那個中科 精密園區那個地方 一個新設計 我還沒去那裡調查去看 剩下七個全部是新竹科學園區 那這也是我們要思考 目前台灣民眾黨 他是一個年輕人 中間路線還有高學歷 這是他一個最大的特色 那我後來有看過賴清閣前十個 全部都是鄉下 然後侯友宜前十個全部是眷村 不過這很清楚你知道 我們是高學歷甚至高收入 中間路線年輕人 這是我們樣貌 那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要開始思考說 我們下一步要怎麼做 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長黃偉哲 祝福三立新聞網觀眾朋友們 天天都有錢 和我們都來 台南四百 台灣等會 都是你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總統唐重慎 在這邊要祝福我們所有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榮行天下賺大錢 和我們榮和你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嘉義市長 勇媽華敏惠 新的一年祝福大家 幸福平安 快樂龍中來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嘉義縣長 翁張良 祝福大家 龍來一轉 好運一整年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平東縣長周春明 祝福大家 飛龍在天 龍年行大運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新竹縣長 楊文科 祝福大家 龍馬精神 展鴻圖 幸福安康 何佳歡 永遠航台運 歡迎大家 在新竹園 共和你聊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雲林縣長 張立善 祝福大家 富貴龍華 叔叔 叔叔 龍順利 叔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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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